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达公司的竞争对手AMD日前宣布,其下一代Instinct MI450系列加速器将基于CDNA5架构,并首次采用台积电的N2节点2奈米级制造工艺。 这一举措标志着AMD在AIGPU领域首次使用前沿制造工艺,有望在与辉达即将推出的Rubin GPU及其系统的竞争中占据显著优势。 AMD执行长苏兹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对MI450系列非常兴奋,他采用了2奈米技术,拥有最先进的制造能力,并且具备机架级解决方案。 AMD将所有这些运算元素整合在一起。 可以这样理解,构建这一切需要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和专注。 目前,AMD基于CDNA4架构的Instinct MI350系列AI加速器采用的是台积电N3系列制造工艺,该工艺已于2022年底进入大规模生产。 因此,公司过渡到2奈米级制造工艺,以生产下一代AI和HPC应用的GPU是顺理成章的。 Instinct MI450系列加速器将是AMD首款专委AI设计的处理器,支援相应的数据格式和指令级。 新工艺节点可能使AMD在其新的运算GPU中融入一些独特技术。 台积电的N2工艺承诺带来显著的全节点改进,包括在相同功耗或复杂度下提升10%至15%的效能,或在相同频率下降低25%至30%的功耗。 同时点,晶体密度相比N3E增加15%。 新工艺节点的关键优势在于采用了环绕炸及GAA电晶体,使开发者能够通过设计和技术的协同优化DTCO最大化设计效率。 由此,建议到N2工艺将为AMD带来包括效能效率和电晶体密度在内的广泛益处。 辉达已宣布,其下一代Rubin GPU将使用台积电的N3技术,可能是为辉达需求定制的N3P。 因此,在制造工艺方面,AMD的Instinct M i450将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 此外,AMD的Helios机架级解决方案,配备72个Instinct M i450 GPU,相较于辉达基于Rubin的NVL144系统的21T。 将携带高达51T的HBM4记忆体,并提供相较于前者936T每秒更高的记忆体,频宽1400T每秒。 然而,辉达的下一代机架级解决方案在FP4级NVFP4,效能上3600P Flops显著高于AMD Helios的1440P Flops。 因此,究竟哪套系统更快、更节能,尤其是在考虑到Instinct M i450系列GPU的UA-Link扩展互联不确定性时,仍有待观察。 据悉,OpenAI将成为首批采用AMD Instinct M i450的客户之一,预计将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接收硬件。 苏泽东表示,该专案将分多个阶段展开,一旦全面投入营运,预计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销售增量。 对于AMD而言,这一联盟标志着其多年来在AI架构和资料中心解决方案上的投资得到了验证。 在此背景之下,韩国媒体EBN News月前发出博文,报道称辉达已成为台积电下一代A16界点1.6nm工艺的目前唯一客户,双方正就此展开联合测试,该工艺预估2027年部署。 与此同时,消息还指出,作为台积电长期大客户的苹果公司,尚未就其行动应用处理器AP采用A16工艺仪式展开洽谈。 援引博文介绍,根据辉达公布的GPU路线图,其产品演进顺序为Hopper,Blackwell,Rubin,最终到达Findman。 其中,计划于2028年推出的Findman架构GPU,预计将全面采用台积电的A16工艺制造。 尽管距离正式发表尚有约三年时间,但为了确保良率与生产效率,挥达很可能需要在2027年下半年开始推动A16工艺的生产爬坡。 这意味着,从先进工艺的导入周期来看,挥达与台积电的合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历史上,挥达为维持其2026财年第二季度数据高达61%的惊人营业利润率,一直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避免在GPU上首发采用台积电最尖端的工艺节点。 比如,其Hopper和Blackwell架构均采用成熟的4nm工艺,而明年的Rubin架构则采用3nm工艺。 不过,EBN News分析认为,随着Findman这一代开始转向A16节点,挥达开始调整策略。 面对先进制成价格的急剧上涨,挥达的制造成本预计将在2027至2028年间显著增加。 根据台积电官网讯息,A16工艺将首次集成先进的奈米片电晶体Nino Sheet Transistors与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供电技术。 与N2P工艺相比,A16在相同工作低压下能提供8%至10%的速度增益,或在同等速度下实现15%至20%的功耗降低。 同时,晶片密度提升最高可达1.1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先前与股东会上谈到AI应用议题,所有的AI创新者都和台积电合作,AI供不应求,台积电努力增加产能让客户满意。 台积电第三季度美元营收平均约324亿美元,持续跨越300亿美元关卡,下半年逐迹升温。 台积电先前的法说会预期,今年美元营收将年增30%,按照当时数据推算。 2025年美元营收将首度超过千亿美元,达约1171.079亿美元。 而从目前产业讯息来看,法人指出,受惠先进制成,持续供不应求。 台积电2025年美元营收增幅,渴望大幅超越公司先前定下的目标,估计年增近四成。 法人分析,若以保守方式预测,台积电第四季度美元营收平均值约291亿美元,既减约10.2%,但较去年同期增长8.2%,即便如此。 台积电2025年美元营收表现仍渴望优于公司目标。 台积电先进制成,持续扩大贡献,下半年2奈米不如量产,接棒成为2026年一大动能。 法人预估,台积电2奈米放量时,7奈米以下整体营收贡献将超过8成,创新高。 其中,3奈米家族客户订单持续涌入,成为台积电营收获利成长的关键,5奈米家族也稳健贡献业绩。 总体来看,台积电持续受贿,AI应用驱动先进制成需求,白字苹果新机锡含量提升,以及汇达冲刺,AI新应用双引擎溢注。 第四季度,美元营收有机会持平第三季度,甚至小伏计增各位数百分比,再创新高,并溢注全年营收,增长超标,不可谓不恐怖。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